华丽队中传出巨大声响 基辅购物中心被空袭后 隔一天又有不明爆炸 当时还有乌克兰士兵在附近穿梭 好险没有被波及 CNN记者冒险艇进附近的高楼 直击大片范围被炸成废墟 尽管这栋大楼距离炸弹投放点 有些距离却能捡到炮弹的碎片 俄罗斯方面也公布他们空袭购物中心的影片 并强调会锁定这里攻击 是因为乌克兰在里面存放火箭系统跟武器 基辅在实施35小时的宵禁 市长提醒民众不要将乌克兰军事设施的画面上传网路 虽然俄罗斯各种空袭造成不少死伤 但美方情报评估 俄军进攻进度还在停止当中 因为地面部队很多还进不来 俄军只能更仰赖远程空袭 包含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同样炮声隆隆 英国天空新闻记者就在前线直击 两军坦克互相开火试探 记者还采访一名负责买地雷的士兵 没想到访问到一半发现飞弹又来了 全体赶紧躲进地下室 这处交战地点由俄军阵亡后尸体被直接丢弃地面 其余的俄军先跑了 在哈尔科夫街头 一名长者惊恐描述被轰炸的过程 由于空袭不断的民众只能继续住在地铁站或是火车车厢 这位年轻女子在俄军入侵第二天生下宝宝 现在为了安全也只能暂时住在地铁站 但战火下也使乌克兰人变坚强 一名歌剧演员协助民众撤离过程 就被多枚子弹击中与死神擦肩 但他仍乐观看待自己的伤势 在镜头前高歌一曲 随着战争时间拉长 欧美专家形容俄军进攻越来越乱无章法 甚至搞不清到底是谁在担任俄军最高战地指挥官 所以他们不知道谁在担任 俄罗斯现在的打法联盟 美国军事专家都看不懂 不过研判俄罗斯也可能正在打消耗战 看看是他们还是乌克兰人撑得比较久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